今年是哥哥張國榮離開大家的第16個年頭 每逢4月1日哥哥的寄神 各地歌迷都會來到中華文華酒店門外獻花 還見歌迷對哥哥的愛 雙隔一條馬路就舉行了《張國榮的時空錦囊2019》紀念活動 除了設有流動展覽車展出哥哥生平的資料和報導 也播放著哥哥的演出片段 露天舞台的大屏幕也不斷播放哥哥生前的MV和電影片段 今年亦一如以往在哥哥離開的時間6時43分舉行密愛儀式 大會播放著哥哥生前的照片 超過400名歌迷就手持蠟燭燈悼念哥哥 到了晚上8時就舉行了《張國榮的時空錦囊2019》紀念晚會 一班歌手獻唱哥哥的作品 近800名歌迷一起懷面哥哥